武神主宰 第5513章 怎么可以被镇压 作者 按摩师 不死地尊变色 当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诸位 动手 一道立刻在这大殿响起 刹那间 十项鬼祖四大准地 骤然浮现虚空 这四人一出现 直接催动四大准地至宝 轰的一声 四件准地至宝 瞬间悬浮而起 在刹那之间 形成了一座恐怖的大阵 四项神魂大阵 哼 如同汪洋般的大阵 一瞬间将不死地尊笼罩在了其中 漫天黑色锁链 对着不死地尊 疯狂缠绕而来 哗啦啦 此季 虚空中一道道漆黑锁链浮现 宛若黑色长边 对着不死地尊 疯狂席卷而来 这些黑色锁链数量极多 一根根如同山月 横扫虚空 恐怖的气息镇压下来 不死地尊顿时感觉到身体一沉 什么 这座大阵 不死地尊豁然抬头 眼眸中流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这一座大阵 蕴含恐怖的封锁之力 对方竟是有备而来 并且 他看到了那四大准地质宝 分别是 捆神锁 鬼皇中 判官彼 果实部 整个明界能一下拿出这四件准地质宝的 绝非普通人 甚至一般大地都未必拿得出来 你们 到底是什么人 不死地尊怒吓一声 难道说 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 真的已经发现了 他一直在隐藏实力 否则就算是有心 要针对他 又岂会派来这么多强者 而在不死地尊心中惊怒之时 轰的一声 那漫天黑色锁链 已然将不死地尊死死缠绕 一股恐怖的压迫之力笼罩而来 要将不死地尊彻底禁锢在这里 该死 不死地尊心中一横 眸光中闪烁出争鸣之色 在这四项神魂大阵封锁住他的瞬间 他便明白过来 此阵极其特殊恐怖 一旦形成 轻易就能困住准地强者 他若是不将自己大地实力爆发出来 将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杀 一声咆哮 不死地尊眼神凶利 不再掩饰 他猛的一跺脚 轰 身形如同一道流光 瞬间冲天起 不管你们是谁 今日闯入本座领地 还敢对本座动手 就全都留下来吧 话音落下 不死地尊身体之中 陡然爆发出来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 这股气息一出现 就如同火山喷发 一股令人心计的大地气息弥漫开来 哄 整个虚空刹那间 就仿佛置身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先前万古民族所布置出来的万古领域 和森民领域 此际如同脆弱的玻璃一般 咔嚓一声碎裂开来 恐怖的大地气息激荡 将万古民族瞬间震飞了出去 破 万古民族 万古民族浑身俱阵 一口鲜血当即喷出 他惊骇看着眼前的不死地尊 忍不住脱口而出 草 我雕 大地 感受着不死地尊身上 散发出的恐怖大地气息 万古民族一瞬间猛掉了 怎么可能 眼前这不死地尊 怎么可能会是大地强者 他不是当年明月女帝麾下的大将吗 明月女帝是四级大地之一 可幽冥大帝也是四级大地之一啊 大家同为四级大地麾下的大将 这差距 万古民族 感觉自己都快要疯掉了 感情这不死地尊之前 和自己打了那么久 你来我往的 其实一直是在隐藏实力啊 小丑竟是我自己 万古民族脑海发猛中 不死地尊浑身爆发无尽死亡气息 轰轰轰 恐怖的死亡气息 如同火山喷发 海啸来袭 疯狂冲击在捆覆住他的四项神魂大阵之上 就听得轰咔一声 那漫天黑色锁链 终于被不死地尊身上的气息 直接轰开 整个四项神魂大阵 在一瞬间瓦解 恐怖的气息 冲击而来 十项鬼族几人 轰得一声奇奇到飞出去 一个个鲜血狂喷 背后的虚空 也是当场崩碎 几人都惊怒看着眼前的不死地尊 心中骇然 这四项神魂大阵 竟然无法困住 这不死地尊 须知 当年在死海的行宫大殿中 当年四级大帝派出的 几尊准地强者 便是利用这四项神魂大阵 困住了使魅大帝 虽然说 当初的使魅大帝 是因为受到了行宫大殿的灵魂吞噬之力的压制 才让四项神魂大阵立下奇功 可也不至于被不死地尊 就这么破开吧 这不死地尊的实力 绝对不凡 哄 一击轰开四项神魂大阵封锁 不死地尊冰冷的目光 瞬间落在秦晨身上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身形带着恐怖的大地气息 朝着秦晨直接击射而来 秦贼 先秦王 眼前那年轻人 似乎是这一群人的首领 而且 十项鬼祖几人的突然出现 也让不死地尊精进 他必须尽快擒拿住秦晨 弄清楚 对方究竟是谁派来的 到底有什么目的 女帝大人 当年吩咐自己的嘱托 到底有没有暴露 一刻不弄清楚 他心中一刻不安 然而 就在他破开四项神魂大阵 死死盯着秦晨 身形刚动的时候 突然 哥哥哥 想不到曾经小小的不死地尊 竟是已成了大地强者 阁下还真是隐藏得好身呢 哥哥哥 奴家喜欢 一道妩媚的轻笑之声 突然自不死地尊的脑海深处响彻起来 下一刻 轰 一股无形的地级神魂波动 不知何时 竟已经笼罩住了不死地尊的脑海 渗入他的脑海深处 又要对他进行催眠 什么 不死地尊心中大惊 竟然还有人埋伏 而且还是大地强者 并且是魅惑类的大地强者 此际 不死地尊疯狂想要抵抗 但一道道无形的神魂波动 渗透而来 不知何时 竟已经完全渗透不死地尊的脑海深处 不死地尊只觉得脑海眩晕 整个人宛若要陷入沉睡之中 意识都开始模糊起来 小乖乖 睡吧 睡过去吧 睡过去就好了 你就不会遭到攻击了 使魅大地轻柔的声音 不断涌入不死地尊的脑海 令得他的意志越来越沉沦 越来越模糊 杀手锏 秦晨看着眼神迷离 已然陷入使魅大地魅惑的不死地尊 嘴角勾勒冷笑 不管是自己先前的攻击 还是万古民族 以及石像鬼族等人 都只是迷惑不死地尊的手段而已 因为秦晨深知 对付一尊大地级的强者 光靠石像鬼族他们的攻击 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使魅大地 才是这一次进攻的杀手锏 以使魅大地的大地级修为 加上他隐藏在暗中的突然出手 一旦成功 足以让不死地尊 陷入短暂的沉沦 而这短暂的沉沦 才是秦晨此番动手的最佳时机 哄 在使魅大地困惑住不死地尊的瞬间 秦晨身形一动 猛然间化作一道流光 瞬间略向不死地尊 小神 秦晨低贺 主人我在 过会 我将那不死地尊 拉入你体内世界 你给我困住它 秦晨传音 好烈 小神发出兴奋之音 虽然他不曾回复全部力量 但若是有大的进入他的体内 想要困住对方 还是没问题的 当年使魅大地就在他的体内 被困了那么多年 当然前提是 这一尊大地进入他体内的时候不反抗 否则 以小神现在的力量 还无法强行将一名大地射入自己身体 诸位 联手催动小神 与此同时 秦晨隆隆的轰鸣声 瞬间传入混沌世界 血煞鬼族等诸多强者耳畔 是 主人 血煞鬼族等人齐齐高鹤 刷的一下 他们身体齐齐消失 骤然出现在逆杀神剑内部 一个个燃烧本源 疯狂催动逆杀神剑 哄 刷那间 逆杀神剑之上 涌动无尽的神光 一个巨大的行宫大殿虚影浮现 带着惊人的吞噬之力 要将不死帝尊给 吞噬进去 无形光芒 已然笼罩住了不死帝尊 此际 不死帝尊脑海之中 使魅大帝的魅火之声不断响起 要令他彻底沉沦深渊 可莫地 不死帝尊身体中 一道特殊的力量涌动而出 这股力量极为细微 却蕴含令整个天地都悸动的恐怖气息 一瞬间 就将使魅大帝 渗入不死帝尊脑海中的魅火之力 积散开来 什么 这股力量 虚空中 使魅大帝身躯一阵 惊怒看着不死帝尊 他嘴角瞬间一出鲜血 脑海温温轰鸣 好似要炸裂一般 在刚才那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一股 足以轻易湮灭他的力量出现了 主人 小心 使魅大帝顿时惊恐出生 在这不死帝尊身体之中 竟然还隐藏着这一股恐怖的力量 而在使魅大帝惊怒出生的同时 不死帝尊 则是浑身猛的一个机灵 豁然间惊醒过来 我这是 无数信息涌入他的脑海 令他全身冒出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是女帝大人留在我体内的那股力量 让我清醒过来了 不死帝尊瞬间明白过来了缘由 与此同时 他也感受到了逆杀神剑中散溢出的恐怖吞噬之力 此际他的身体竟是不由自主地在往前 要进入一个无尽的虚无空间 他浑身瞬间冷汗淋漓 若非女帝大人的力量将他突然惊醒 他怕是已经被射入那无形虚空中 生死不知了 是谁 对方究竟是谁 不死帝尊心中惊怒 这些年 他一直隐藏 驻扎在龟鸣山 没人知晓他 已经突破大地 就是为了完成女帝大人当年的一个嘱托 而为了隐藏自己 他一直默默无闻 装作人畜无害的模样 谁曾想 今日竟是被人直接识破 又要强行镇压 可是 女帝大人的任务尚未完成 他怎么可以被镇压 你们都得死 不死帝尊 瞬间眼眸赤红